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萊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呢 沒想到前幾天才剛出這一次新的惡覺魔靈的通知 今天居然又有新魔靈的通知啦 我本來是想把SWC卷存到說 就是等到咒術迴戰的聯名角色原創出來之後再抽 那這次居然就直接出了這個新角色 我們的德坎 德拉坎戰士 好啦 那我們就感覺起來應該也成不了了 應該會抽這個新魔靈吧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德拉坎戰士 他目前的話呢是先公佈了火屬性的技能組 那這個是一個擁有強大龍族血統的全新原武新魔靈 德坎拉戰士 那他的真面目跟技能內容的相關通知喔 那這個真... 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呃...我們確認一個...我們確認一件事情 火殺蛋 火蜥蜴人 你們有沒有覺得好像還是這一次惡覺角色 其實是開兩隻啊 其實是蜥蜴人惡覺 再加上哈勒浦的惡覺啊 其實這次是開兩個惡覺吧 這根本就是一樣的吧 Окìmm... 德拉坎戰士 是這樣子嗎? 是這樣子嗎? 這個不能說是一模一樣 只能說直接是複製貼上了吧 感覺超級像的耶 不過魔靈因爲也出了很多支了 所以可能不同類型的魔靈也出的差不多了 那所以就難免會有一些角色的外型可能會有 或是不論是外型或者是設計的概念可能會有所雷同 所以這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就只是第一眼看到的時候真的蠻像的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火屬性的這個 德拉坎戰士他的一個技能組 他公布的技能組的話呢 一技能是攻擊敵人兩次 並各有35%的機率破防兩個回合 沒有意外吃滿應該是50%或60%的一個破防機率兩下 然後二技能的話呢 也是攻擊敵人兩次造成無視所有減少傷害強化效果的傷害 並且恢復所造成傷害量的30%體力 感覺起來 因為畢竟他的三技能是一個被動技能 我們等一下再看 感覺起來他的這個二技能的話 重點應該會擺在傷害係數到底高不高欸 如果傷害係數真的不太理想的話 這個角色的表現真的是可能有待確認 那我自己猜他的二技能CD可能會只有兩回合 因為說實在這個二技能 除非傷害係數很暴力 否則的話傷害量應該真的還好而已 然後他的被動技能 勇猛戰士之路 被賦予體力恢復的時候 將根據恢復體力的比例增加自身的攻擊條 並於下一個回合對敵人的傷害造成最多100% 此外擊殺更多的敵人的時候 可以補充自身的體力到全滿 換句話說就是擊殺目標會回血 但是回多少好像還看不出來 然後如果今天有回血的話 可以去增加自身的一個傷害量 以及這個攻擊條 然後根據恢復體力的比例 不知道這個東西恢復體力的比例是 一定要是有恢復到的 又或者是說我現在可能血量90% 然後我的可能風芳舟補50% 一樣就是可能拉50%的攻擊條 還是說就只會拉到10% 又或者他的比例是不一樣的 但我目前的猜測就可能是 你回多少百分比的體力 就會拉多少%的攻擊條 那只是問題就是在 是不是一定要回到 又或者是一滿也可以算 然後傷害量最多增加100%的話 其實二技能的係數我自己覺得 可能在兩下的話我覺得可能 350到450之間的傷害係數是還算可以的 因為他畢竟沒有什麼多強大的一個特殊狀態啦 所以我覺得可能偏向 單體的大傷害類型 畢竟他是圓武 如果圓四的話係數當然我可能會猜更低一點 可是因為他是圓武 所以這個傷害係數我可能會再猜的高一些些 而且目前看起來他是一個 單純的一個傷害類型的角色 而且是有續戰能力的傷害類型 我覺得他更偏向 雖然說是攻擊型的數值 但我自己想法是這個角色可能未來 還是會稱成可能速傷體的一個配置 偏向體力型打手 然後利用這個被動技能的效果 然後去打出一定的傷害 就打出不要太低的傷害 而且一二技能都是打兩段的話 就代表說追傷魔礦其實也可以部分的去發揮效果 那當然老規矩啦 我們看完這個角色之後 大家就知道 我們肯定會接著去看剩下的四個屬性 那剩下的四個屬性的話 我自己的想法是 前面這個地方他有說是 具有強大龍族血統的全新魔靈 所以我可以大膽的先往 可能技能組會是跟龍族血脈有關係的技能類型 所以我想可能會有幾種不同的表現啦 包含可能是最old school的猜測可能就是 根據水屬性可能會往防禦或血量去猜想 然後風屬性可能會去往速度去猜想 然後光暗的話可能就比較難猜 但是應該會盡可能的去往一些 破壞可能大傷害 或者是一些bug類型的技能組去做一個猜測喔 那既然火屬性的話 看起來他們都是有一定的續戰能力 所以我目前猜測的話 水屬性可能是 賦予體力恢復的時候呢 會根據賦予體力為比例 然後去增加自身的一個防禦力 又或者是減少所受到的一個傷害量 變成是防禦型的魔靈 那風屬性的話 因為畢竟它本身就是 火屬性已經看得到有加攻幾條的能力了 所以風屬性的話 我可能會更想去往 會根據速度有一定幅度的增傷 但是說實在的 這種類型的角色好像 風屬性也算蠻多的 包含像是風天使或者是 風卡三卓其實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嘛 但如果你說是去疊攻擊速度的話 我覺得風雷神也有點類似 我可能會更偏向是 我覺得可能比較不一樣的會是 根據速度差去做減少防禦 好像也是不錯 因為畢竟他們的技能組 是擁有吸血能力的 所以如果是給予一些續戰能力 或者是撐場能力的話 好像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向 光暗可能就真的沒有太多的想法啦 不過我還是會去以 跟體力的恢復量 或者是跟這個體力的減少量 或許會有一些角色 他是有點類似光殺彈 就是對面今天如果受到 一定的傷害的時候 會增加自身的攻擊條 或者是說去增加自身的一些身體數值 可能是我會往 光暗的一個能力 去做這樣的一個猜測啦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這一次只有一個 原武而已 沒有出原四 這個可能就比較可惜一點點了 不過可以注意到的是 這個角色他目前都是偏向多段的一個輸出 所以其實也是很符合生態的一個角色 或許是可以成為目前生態下的一個 激戰力 但真的每次我們看到這些新角色 最關注的還是什麼 真的就還是在於他的那個傷害系數 因為很多角色可能技能組看起來 感覺很漂亮 感覺很有特點 但是最終就是因為傷害系數 或者是CD可能過長等等的一些原因 而導致這個角色暫時還上不了檯面 就像近期的話 比較有印象的可能就是按釘起 他那個三技能 感覺起來應該要超痛 但釘下去傷害卻非常的可惜 不過因為他只是原四魔靈啦 所以就算他今天很爛 可能也會說話的人 也會比較少一點點 比起一個原武很爛的話 相較之下原武很爛 可能會被比較多人去詬病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一個新角色 簡單跟大家討論分享 然後以及去做一些小小的猜測 大家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可以去猜猜看 這一次的新角色 可能會多出什麼樣的一些 不同的紀念組 啊 我突然想到一個 也有可能會去針對現在的生態 包含像是暗傲 或者是光希 這類型的角色可能像 如果是暗傲就是 是否擁有可以去扛他的 那三技能必暈 或者說哪個角色是 你暈到之後可以去給對方一些 重創的Counter角色 那光希的話 當然就會去往 有沒有可以去打穿 無視死亡抵抗的 這類型技能的效果 然後還有像是 光巴葉克也是我蠻期待 會有可以應對他 因為說實在的喔 暗傲的應對方是蠻簡單的 速度跑贏他 光希的應對方式 就是去使用那個 無視死亡抵抗的效果的技能組 但是光巴葉克說實在的 除了忘卻以外 真的沒有太好的一個應對方式 所以我自己也還蠻期待 是否這次的角色會出現一些 擁有可以去應對 現階段的生態比較強勢的角色 如果可以做到 去增加這些角色的天敵的話 也是一種我自己所說的 我還蠻喜歡的一種 生態平衡方式啦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大概到這個地方 搞一個段落囉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我們來一起期待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星期三了吧 應該是星期三或有新角色了吧 或是星期五啦 反正三或五應該就這兩個時間 結果星期四 好啦那我們就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掰掰 但使用方面我還是有一些心得 就是這個角色我覺得 你把攻擊稍微降低一點 可能站到六七百攻就好 然後血量改成綠字 可能加到兩萬五以上 最好可以到三萬 作為據點站的防守角色 這個角色他能夠消 他能夠有增傷 然後他也有減傷的手段 攻擊不用到這麼高 大概我記得七百多 就可以達到他的被動技能的要求了 那這個角色作為防守就是 第一個他有減傷手段 所以對面的輸出打在他身上 會比較沒有那麼痛 他在場上的時間比較久 然後另外呢 因為他有增傷的手段 所以輸出不用撐到太高 他慢慢去打傷害 也可以打出一個不錯的數字 另外他有消狀態 那正是因為這個消狀態 所以我說他不適合進攻 因為他的消狀態只有百分之五十 他是比較偏向那種 不穩定因素高的角色 這類型的角色重點是在於 要給對方不確定 不是你給自己不確定因素嘛 所以進攻使用他可能效果不太好 但他防守表現其實是不錯的 因為畢竟 他要生存有生存 他要消狀態有消狀態 而且他的一二技能也都是多段輸出 也符合追傷的一個生態 你可以撐到 像我剛才提到的這樣 2萬多3萬的血量 然後可能攻擊700多 防禦我覺得OK 速度如果可以的話 再快一點 可能150到160左右 然後去使用素體 素追然後體追跟防追 攻追可能留到最後 用這樣的方式去配置這個角色 再防守段表現就會不錯了 好啦 那以上就今天的小教室囉 我們就下堂課再見啦 大家掰掰